BTV杯世界斯诺克北京邀请赛大幕将起 恩德利 傅家俊 丁俊辉 马奎尔 八位顶尖高手将云集北京俗路BTV杯 火热七月 北京变成台会迎重见世界斯诺克顶级盛宴 敬请期待 我们继续回到丁俊辉和亨德利比赛的现场 在第一局当中 丁俊辉是80比47胜出 第二局由亨德利首先开球 应该说这杆开杆很好 球离这个底库太高了 对于职业选手来说 可以用各种干法可以去击达远线的这杆远线 好 终于找到了丁俊辉的这个准路啊 不知道飞球有没有下球 这个角度看不太清楚 应该有 有 应该没有贴到 需要继续一干准路 飞下 好 走 挡上了 左上角的底大 飞上去叫蓝锁五分钟 真正的掌声都要响起了 非常的遗憾 好像有点运气 嗯 嗯 通过这个麻烦 这个 这个 我上角的这个兜口这个风球 对风力来说 对风力来说 嗯 没有办法 必须进攻这个风球 好球 哇 没用咖啡球 停下蓝锅 好 没用咖啡球 注入了咖啡球 我今天就诚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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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要按着刚才的思路 还是要打这个黑球的通路 黑球左边那个红球是挡住了黑球的下球 打厚了 这张力度要稍微小一点的话 这个角度更好一些 没有很好的机会了 又重新回到了 哎呦 看能备干净了 钢带也下球了 看咖啡球挡没挡住 是这样设计的 没有办法 他这颗球因为那颗中带被咖啡球打住 他现在要 就很难不给对手留下进攻的机会 所以我一旦没有这办法 非要给你打 那我就必须有一个难度特别高的球 这也得力度控制的相当的准了 虽然看着黑球下方的对国风球 好像有的打 但是难度太高 而且你打不进去 就得对手机会 其实斯诺克有的时候是一个斗智斗勇的一个运动 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思路 你可能在这个球上打发你比对方准 可能你很难赢 是一种限制反限制 对对对 不好 还是没有走开黄色两分球 虹德利需要一杆远线的准确度 黑球有下 其实前面虹德利的远线还是比较不错的 利用虹球可以停一下母球 上去 哦 哇 粉色六分钟 很悬 嗯 应该说这个机会太好了 是 这张清净一点 哇 好 我 我